接下來我們再繼續跟各位來介紹有關虛擬機器 這台虛擬機器 我們用很快速的方式讓各位已經匯入一個OVA的方式 讓你把你的虛擬機器匯入到你這台ESA裡面 那你可以看到你這個虛擬機器呢 我們可以點虛擬機器這個選單 然後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台 這一台你可以把它打開來 可以看這一台裡面的一個相關的資訊 當你一台機器安裝好也好或者賄賂也好 安裝了 那基本上我們是建議各位 如果說你的機器是全新的 你就是以新增虛擬機器的方式新增一台機器 安裝好作業系統 這是一個範例而已 安裝好作業系統之後呢 讓這台機器開始工作了 那你裝好之後 因為我們現在裝的是Windows 各位要注意 現在是Windows 不管Linus也好 你現在把你的虛擬機放到ESA裡面來 放到我們的這個虛擬化的主機裡面來 那這台機器呢 當然 是不是要透過我們的主機去管理它 當然它有一些呢 像CPU的應用 還有呢 Rain的一些資源的應用 以V1位來講 它要管你這台Windows的話呢 你必須要做什麼事情 各位可以看一下 注意這邊 這裡有一些課題作業系統 它告訴你 顯示在這裡 相容性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你現在是夜叉5.0的版本 你現在放到的這個 6.5都要是更新的版本 所以呢 你的虛擬機器的相容性可以根本 所以呢 這個地方你可以去做一個更新 把你的硬件檔更新 好 這個更新以外呢 還有一個地方 VMware Tools 是有安裝 但是 有沒有看到 這裡 底下又是不是又多了一個訊息 對不對 此虛擬機器 可使用較新版本的VMware Tools 叫什麼意思吧 所以呢 這台機器 VMware這個夜叉要去管理這台虛擬機器呢 的資源 要安裝第一個動作 硬碟呢 這個相容性 我們後面第二個再做 先做什麼 把你的VMware Tools更新 好 那你這裡也可以從什麼地方看得到 我們開啟我們這台機器 Reach A 對不對 好 我們來開啟Reach A 你可以看一下這台虛擬機器 開起來之後 基本上呢 在你這台機器裡面呢 是沒有這個VMware Tools 如果是全新安裝是沒有的 那建議各位一定要 第一時間就把它裝起來 裝好作業系統 設定好IP 其實呢 在設定好IP之前 電腦名稱改完設定好IP之前 就建議各位先把VMware Tools裝起來 這是第一個要先裝 好 我們現在用這一個方式來看一下 你已經裝好的 你可以做更新 你可以點這裡 按右鍵 有沒有看到 OpenVMware Tools 這裡是經單號 表示它版本是舊的 按右鍵 Open 有沒有 這裡你可以看到 這是它的一個功能 對不對 當然就是你不用去動它的內定值 好 這裡呢 有一個Update Tools 好 這裡可能不能裝 我們從別的地方裝 好 那我現在把後面這邊呢 先確定把它關起來之後呢 好 好 我們看一下喔 這台虛擬機器的一個Console的畫面 它畫面這裡可以告訴你有沒有 這裡有動作對不對 升級 這個一個動作 是不是可以針對這台機器做什麼 升級一邊會有特使 對不對 你可以點看看 好 那 你那要點了之後呢 你看一下這台是 A 對不對 A DATA 基本上呢 它做的時候呢 它是要在這裡掛一張光 掛一片光碟片 它必須要在這裡掛一張光碟片 然後再把軟體員的放到這裡面來 然後開始安裝 好 所以呢 這邊的時候呢 我們建議各位可以這樣來做 就是點選這裡 好 有一個管理 更新BMW Tools 好 你不去動它有沒有 我們看一下這邊 它有沒有什麼變化 有沒有看到 剛剛去更新之類有沒有看到 這裡做什麼事情 我剛剛都沒有做齁 這裡變成問號了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它幫你做 卸掌 對不對 然後安裝 然後 但是它要做一件事 就是重開機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就是當你這台機器 要更新BMW Tools的時候呢 建議各位說 要晚上時間 因為呢 這台機器會重開機 如果說你公司不急 沒有關係的話呢 關機沒有關係 你要看這台虛擬機器 這台伺服器的一個特性 如果可以關機 當然就可以白天做 好 我們來登錄一下看看這一台 好 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說明 有沒有 這是A 對不對 A 這台是A 好 這裡面的版本數就不見了 說明就不見 對不對 這台已經登錄了 然後呢 等一下看一下它的VMW Tools 就沒有經常號 好 那我們用另外一台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如果不透過它的主 主畫面 那管理介面來做的時候呢 我們來看一下 從這邊按一下 管理 更新BMW Tools 好 它是不是開始幫你安裝 有沒有 看到這個畫面 剛剛那個畫面是在什麼 後段在做 因為你透過管理介面來更新 那你現在透過 這一個 主控台來更新 它也是一樣 幫你做Install 動作 它會幫你做移除 這個軟體移除 再新增一個新的 好 下一步 然後呢 標準安裝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動作呢 你就手動來做 剛剛 透過主控台有沒有 透過我們的管理介面的時候呢 你都不用去動它 對不對 就是要幫你裝 好 那你在這個主控台裡面去按更新的時候呢 好 它就要去做 手動去按下一步 好 這樣完成之後呢 可以看到 重新開機 好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好 好 我們來噴露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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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錄之後呢 來看一下這個VMVDoS有沒有 好 就沒有禁號號了 好 我們一樣呢 兩台機器再來PIN一下 試試看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第一個動作 VMVDoS做完了 那當然 各位來看一下 就是當你的機器如果是 你是這兩台虛擬機 是因為主機原來在舊版 然後升級上來 或者是這兩台虛擬機器呢 原來在別的 舊版的夜叉上面 然後呢 你移植到現在這台機器來 不管用什麼方式 如果這兩台機器的硬碟檔呢 它是屬於舊版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好 虛擬機器 等一下這台機器 可以看到它的這個相容性 有沒有 好 那你要呢 把這個 它的相容性 把它升級的話 第一個 我們講說呢 虛擬機器做好用新的 好 講說 這一台比較新的 夜叉 放入了比較舊的虛擬機器 那你要做什麼事情 第一個要更新VM World Tools 第二個要把你的相容性的版本更新 好 那更新呢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更新 要針對虛擬機器去更新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A 按右鍵 有沒有看到 這裡面呢 有一個叫 升級虛擬機器相容性 目前是不能做的 好 它要把你的相容性更新的話呢 你的機器必須關機 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V這一台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兩台機器 我一台開機 一台關機 對不對 這一台是V 01在V A是在Z 好 可以看一下 我在V這一台 按右鍵針對這個虛擬機 按右鍵 可以來做一下有沒有 叫升級虛擬機 的相容性 好 那我現在來做一個什麼事情 把它升級 針對V這一台的先升級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它是不是將這個 力氣領域升級到什麼 6.7版 對不對 你像6.5 6.0 5.5 有沒有 它是告訴你有幾個版本可以升級 你要選擇最新版 按一下升級 好 它要告訴你喔 變更的虛擬相容性 在該作業器的無法還原 會使虛擬機器無法於舊版中使用 所以你的版本如果變新的 你只能在新的系統上面 的ESRI使用 舊的就不能用 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好 那既然你已經用了新的ESRI 當然我們就要把版本更新 它效能上會比較提升 按4 好 這底下它就會開始去作業 好 我們來回過頭來來看一下 好 看它的一個作業模式 好 好 來這邊 我們先把它更新了 有沒有 叫虛擬機已經改成14版 對不對 所以說呢 你的A這台機器呢 你要更新就要把你的虛擬機做關機 這樣了解吧 來 那我們後面呢 就把兩個動作做完成 第一個 不用為了Tools 更新到最新版 再來呢 就是把我們的 我們的虛擬機器 有沒有 它的相容器 更新到最新版 最新版呢 是14版 好 這邊可以看到14版 OK 好 那我們這個章節先到這邊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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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